公积金提取、缴存、贷款等 各缴存单位应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口径计算职工月平均工资 并以每个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作为该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基数 准确核定其住房公积金月缴额 今年5月1日,公积金的使用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调整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标准 调整了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 购买第二套住房时贷款首付比例 由原来的最低首付比例20%调整为最低首付比例30% 调整辞职提取政策 非本周户籍缴存职工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机的 需先办理个人账户封存 封存6个月以上 并未在异地继续缴存公积金时 可以提取